10月8号的凌晨在江苏太仓有一个盗窃团伙疯狂作案 连续撬到了十多家的门面房 涉案总金额达五万多元 从监控画面中可以看到10月8号凌晨两点多钟 这个盗窃团伙成员冒雨来到沿街的门面房 小偷的身手可真够敏捷的 两三下就打开了店门 然后大摇大摆的进入店中进行盗窃 我们接到报警 在我们辖区沿街店面有好几家店被有撬过 进去入室盗窃 然后我们民警根据监控进行视频接力 然后发现有四名犯罪嫌疑人实施入室盗窃 他们通过以脚踹那个门把手将门把手剔开 和用液压前将那个游行所剪开的手段进去到里面盗窃 民警查看了周围路段的监控后发现 某一个酒店门口陆续走出来的这几个人 看上去跟这个盗窃团伙成员非常像 于是迅速锁定了目标 通过酒店的登记记录 查到了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的相关信息 并查到他的赞助地 10月9号上午 警方在一出租房抓获了其中两名犯罪嫌疑人 并追回部分赃物 整个盗窃团伙有四人 还有两人在逃窜 通过苏州相关部门 网警大队等部门的侦查 民警发现 这再逃的两人竟然出现在了浙江渔航地区 我们通过连夜赶过去伏击 就把两名犯罪嫌疑人从浙江渔航站住地抓获 10月9号晚 警方在杭州渔航区乔斯镇三角村 将两名犯罪嫌疑人抓获 并缴盗窃工具 一押钱一把 追回赃物数码相机一台 笔记本电脑一部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之处